花蓮市民代表會13號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的議程 由市民代表蕭明龍、江鳳儀、謝宜萱、謝豪傑 還有胡仁順等五位代表來質詢 包括了華東部落的計劃 還有新冠肺炎居家檢疫防疫和發放補助產生紛擾 代表們都提出了質詢 另外工程建設補助以及目前最夯的議題養雞場 代表們他們也提出了意見 在華東部落的原有的道路 因為狭窄規劃為15米道 當時15米道 包含三條線 其中原有的道路規劃為15米道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原有的道路狭窄 消防車、垃圾車都不能進出 所以對華東部落來講非常的不方便 那麼請教一下徐課長 有關都市計劃的進度 目前還卡在一個問題是說 華東部落它目前也要辦理 當初變更成廣庭用地的廢紙徵收 這樣一個問題 那可能要等待它廢紙徵收完成以後 我們如果要開闢計劃道路的話 這個部分才會有進一步執行下去的這樣的空間 像這種集會先休個一兩個月 不一定要這樣子參加 因為我去溝通過 那麼當然有的老人家不肯 那有的是班長不肯 因為他辦這個活動 有一點經費的補助 他有考到這個講師啦 有考到什麼的 當然有些福氣站的部分 他們是認為說他們有配合疫情指揮中心的標準來走 或是戴口罩或是洗手或是量體溫 那我的人數控制在這邊 不過這一次我們也學到一個經驗 其實我們都會跟福氣站相關溝通 我們的補助經費不會減少 但是希望這段時間能夠配合我們公部門所要求你 你能暫時停止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啦 市長 就是說要跟他們溝通清楚啦 我們這個經費不會短缺你啦 對於外縣市已經發放1萬元的新聞 這個申請的民眾會覺得 我們花蓮市公所的行政 這段程序是否慢半拍 因為真的很多人是需要這一萬塊的 我們可以發現有很多人並不是這樣的狀況 把案件都送過來 只要簽竊結束 我們地方鄉鎮市公所 沒有這一套機制可以去審核 也希望在行政院也了解到地方的辛苦之後 趕快來做緊急的修正 把正確的表格 正確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給地方公所能夠快速來執行 快速審查 快速撥款 你看一下這座橋 這是哪裡 我一樣重複再問你一次 本席對這個非常的痛恨到現在 跟代表報告 這個是永吉橋 他因為跨越花蓮市跟吉安鄉 所以現在用公所的回去執行就對了 不是不是還不確定 公所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最差的狀況 我們可能公所就是必須自仇盡貴 我們最佳預算通過之後 最佳預算嘛 所以等他等很久也等不及了嘛對不對 吉安鄉可以領到兩百萬 新城將領三百多萬 連秀林鄉都可以領到一百多萬 花蓮市一塊錢都沒有 最近大家應該在整個 我們新聞媒體跟整個社群網站上面 特別有看到 那很多民眾在做這一類的這個抗爭 那在抗爭之後呢 謝福表示說要這個暫緩 先予以暫緩 但我這邊就真的很質疑 為什麼普風會來花蓮 因為花蓮有好山好水 花蓮農的產品特別特別的好 它的養雞的方式 跟我們一般放山雞 農民養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而且有可能會有污染性 那我們應該要好好的讓民眾來了解 開個公聽會 讓民眾了解是不是適合放在那個地方 就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那雖然我不是當時的鄉鎮首長 那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比較傾向反對的態度 拜託